我们今天由求职者是带着家人而来 既然求职者还没上台 我们首先先问一下家人 来 您好 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位家人吧 他是谁 什么专业 然后他求的是什么职 看您了不了解他 我们以前没这么考过 他没准他不知道 你知道吗 没准真不知道 那你说你的家人叫什么名字 我的老婆造侠 47 好 是几年几月几号的生日 别打岔啊 来 几月几号的生日 73年9月28 记得牵住人家 他是哪个大学毕业 湖北大学 什么专业 文秘 今天求职意向是什么 培训师 咨询师 权重 这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家人 来 说说 你老婆的优点 他在我眼里没有优点 我以为说没有缺点 也没有缺点 世人就有优点有缺点 我能容容忍啊 那就是有啊 那不能说没有啊 你要你能容忍 你要告诉他们 他的优缺点是什么呀 让他们也容忍 行 不错啊 我很欣赏这个回答啊 虽然我们容忍不了啊 推老师 他是练太极的 所以他讲问题都中庸指导 他说 太太有一个缺点 不爱做家务 这可是个很大的缺点哦 但是他愿意替他太太做 他能容忍 我能做 就是那个抖音里面那种 我在家里 我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做饭就做饭 我想洗内衣就洗内衣 我想脱地就脱地 对吧 我不做饭 谁都不敢进饭厅 是吧 你就是那种人嘛 有这个神韵 是吧 行 恭喜你啊 这些年来你辛苦了 来来来 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赵霞女47岁湖北人 湖北大学 文秘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北襄阳的赵霞 是一名爱学习 有能量 有毅力的空中 空中瑜伽培训导师 近三年来 在全国共开办了 六十多期的 空中瑜伽等特色课的 工作坊培训 同时我在企业 还做过宣传干事 文秘 以及导游 社群管理工作 但是我相信 一切过往 皆为序幕 终将成就 最棒的自己 今天非常开心 来到非你莫属的大平台 希望在这里 能找到培训师的岗位 谢谢大家 刚才不敢说你的缺点 你有缺点吗 有啊 你的缺点是什么 我们家里边 还是我老公 做家务多一点 还有吗 脾气要差一点 不干活 凭什么脾气还那么大 他惯的 你们俩在家互相锻炼吗 互相切磋 切磋啥呢 他教我一金金 我教他瑜伽的拜日式 比如我练拜日式 我们是同时练的 然后一金金呢 他教我 我们也是同时在一个位置 就是一前一后 一起练 同步进行 让我们示范一下呢 干什么样的 第二环节会示范的 他们有他们的配合之术 有那种禁忌类的没有 有 我们掰手腕 你跟他掰手腕 对 他掰得过你吗 他两个掰一个 两个掰一个 两个掰一个 你们家还挺有意思的 你们在彼此较量的时候 会吵架吗 会争论 会争论 会说情话吗 也会 说来听听 跟你说吗 不爱我们学习一下 亲爱的 我们后半生就指望你了 你是我们家的保护神 这不算情话吗 对他来讲很重要 来你说一句 此生以来听过的 他最绵绵的情话 他封神了 没听懂 他的意思是说 他在称赞我 我已经很高兴了 他把我封为保护神 现在明白了没有 这个笑话很冷吧 需要找个翻译一下 我可以做一个解释 因为他不光是学太极 他还学传统文化 学中医 我父亲的话 当时是肩周炎 肩周炎非常严重 要动手术的 他是三个月扎好了 我妈的膝关节的问题 也是他扎好了 所以就是包括 我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我跟他结婚 十几年来 我是没有吃过西药 没打过针的 所以基本上 他是靠他了 全家的健康靠他了 真是一个保护神 真是 就这个意思 你也不知道保护神 内心有多受伤 太好了 没事 扎针的时候 用点力就行了 放点血 来 我们来聊一下赵霞 这上面写你的特点 是一个拼命三娘 也就是说 在工作当中 特别愿意付出 勤劳 奉献的一个人 对 在家里懒一点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是的 要平衡一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能不能说你比较自私 可以吧 因为我在追求 我自己的一个梦想的时候 可能会去拼尽全力 既然他面试的是培训师 那么你就面对于 所有的学员 给他们培训一个内容 把他们培训成为一个 懂得去赞美对方的 好爱人 如何给爱人封神 来吧 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 跟你相处时间 最长的是谁 爸爸妈妈 我自己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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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老公 老公陪的时间长吗 还好 那么在相对 还比较长的时间里边 你愿不愿意很快乐呢 当然愿意 那么如何才能自己快乐 对方也快乐呢 让他付出呀 他多干一点 我少干一点 我就多快乐呀 那他快乐吗 他也许像你老公一样 爱做家务呢 嗯 这个需要沟通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吧 更多的就是 多去感受对方的感受 当你对方感受的时候 你给到他一个 他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或者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回馈给你的时候 也是一种很开心的状态 它是会形成一个互动 那么这种互动 会形成良性的循环 慢慢地你就会找到一个 适合你们俩之间的相处模式 谢谢大家 来 点评一下 来 陈薇 我觉得您的整个的语音语调 音色 还有整个的这种情绪感染力 还是有的 但是在这里边 没有知识方法论的传递 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不断地提问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提问很尬 就是一个好的培训老师 他是有节奏的 带情绪的 同时能让别人跟你共鸣的 就能听下去的 他开场是失败的 开场是给出式提问 给出式提问会议 会遭遇各种 你不想要的这个回答 这个会干扰你的互动场的 就破了你的场 你像他讲爹 他讲爸 他讲妈 你的场就破了 要给现象式提问 你最近是不是遭遇婚姻障碍 你最近是不是突然感觉到不再相爱了 你最近是不是遭遇到老公对你的冷淡 这是现象式提问 现象式提问会扎心 但他不回答 这样子你再收回 把你的话题往回一收 为什么我们遭遇这样的那样的 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丈夫的点评 多少分 95 还有五分在哪呢 还有提高的空间 对 丈夫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定要学会跟他养容忍 你要求薪资多少 7000 7000的底薪是吧 除了培训师 其他的考不考虑啊 可以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六盏灯 来 天生我有 接下来就是情色和明的表演 来来来 一个打太极 一个宫中瑜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re changing lives Yeah upgrading Color to a sid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ne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vi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ir blood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vi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ir blood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built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Who could be great Möglichkeiten But here are we The blueны It was They were I don't feel confident But then ração Roman My P P csak Such P 您是对这份事业充满热爱的 但是不知道 您的专业能力到底在哪 就是这个让我觉得会比较尴尬 我说一句啊 就我建议你不要走讲师那条路 你现在的年龄啊 刚才你这个讲师的表现 我觉得这条路 你应该是走不通 但是我觉得你做销售 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就是那种互动性 沟通性 亲和力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稍微再花一分钟 展现一下你销售的这个 课场和你原来 比如说怎么讲的 小董 你接受销售工作吗 是这样的 销售我可以做 但是不是我最喜欢的 那我必须补充一句话 因为他的内心疏愿 有一个讲师的梦想 在我看来人人都是销售 今天您老公也是您销售自己的结果 思考一下 做培训讲师 是要市场为你的知识去付费的 您身上没有让我看到 那种很强的影响力 感召力 差一点power这种力量 是这样的 可能没有表现出来 其实我的 空中瑜伽培训的 百分之六七十的招生 都是我招的 那您是不拒绝销售的呀 我觉得 我不拒绝 但是我不想专门从事 这仅仅的一个销售 你做过导游 那么你做哪方面的导游 还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吗 导游可以考虑 你有导游证吗 有 好 可以 来 第二轮选择 续后来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 不伤感情 来吧 做岗位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 就是国内旅游顾问 然后因为咱们聊的旅游 聊得太少了 五千 保底 薪酬你有意义吗 我希望能六千吧 不高 多一千 接受吗 我觉得 因为咱们聊旅游 聊得太少 我甚至都不知道 你在做哪方面的旅游 就是导游 那个是你打脸的 你这样留着灯 你就不要讲 你聊得太少 我只是讲我 加这一千块钱的旅游 你接不接受这一千 对 加一千 你接不接受 对 就是 游泳人总有风险 对 他考过导游证 他还能插吗 那基本的肯定能做 曹总 没问题 湖北大学的 跟我是校友 其实这我帮潮汐说一下 虽然我平时很不喜欢西哥 但我 你要帮人家一下 你还要得罪人 你真实 不是 我说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这一轮 其实我是在西哥这边呢 因为我觉得 说实话 小姐 我觉得你今天没有表现出来 你的在导游方面的专业性 我觉得其他人给你五千块钱 给你一个机会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说实话 你先给我整体感觉是什么呢 你虽然那个空中瑜伽 跳特别好 但我感觉一直有点 空中瑜伽 就空中的孤方自赏的感觉 就你其实 没有那种 就是接地气的那种 商业的话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西哥能给你一个机会 去我是你的话 聪明的话 就抓了这个机会 而不会盲目地说 你给我加一千块钱 这样我也是给你减分的 真的 对 是这样的 我们的旅游官啊 大概的收入在 一万五到三万之间 好 考虑一下 十秒钟 做出你的决定 六人游 或者是谢谢赛谢 你的选择是 可以试一下 答应了是吧 好 跟他去握个手吧 既然今天找到了工作 所以在此 你对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呢 在此 亲爱的老公 非常感谢你 已经辛苦了 在家里边都靠你来支撑 不管是活干得多一些 还是家里边的健康 都是你在守护 但是非常地感谢 在后面的道路上 我也会去努力地 要分担一部分 咱们拭目以待 谢谢 好 行 祝每一个家庭都和谐 祝每一个人都能有份 称心如意的工作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往后走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考了有导游证 其实那个时候 就对这个行业 是有期待的 虽然绕了一大圈 又来到这个旅游的行业 还是很开心的 这也是我选择 六日游的原因了 谢谢大家